面交的金條竟然是假貨 有一名男子跟賣家商約在台中一中商圈 要進行金條買賣 面談過程當中 他發現不太對勁 報警請求幫忙 沒有想到賣家一看到遠景前來 二話不說 立刻拔腿狂奔 遠景當時緊追在後 男子體力不支 跑不到百米就乖乖束手就擒 也發現原來他是一名詐欺通緝犯 心虛才會落跑 男子一看到遠景二話不說 一個轉身拔腿就跑 遠景邊追邊喊 要男子不要白費力氣了 因為根本跑不掉的 遠景平常訓練有素 加上經常上健身房 鍛鍊體力180公分的身高 讓嫌犯立刻舉白旗投降 坐在地上氣喘吁吁 六十三年次的賴姓男子 是一名詐欺通緝犯 當天和報案人相約 在一眾商圈進行金條買賣 因為價格核實下金價落差很大 買家察覺有意 於是偷偷報警 請求警方協助 通緝犯面交金條是假 配男是今的 男子心虛想落跑 沒想到碰上年輕立正的遠景 詐騙不成通緝犯身份 還曝光當場被戴 介信的黃志堯台中報導